两位八言人就饮宝监会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中的热点话题表示, 贪国存量,用好增量, 形成引起命运共同起, 破解银行不敢再不愿带难题, 开正门并非放水财经记者。 公益节语言文, 圆满,关于进一步做好现代工作,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支销的通知, 即76号啊, 落地已有月局, 如何分类施策, 化际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疏通资金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渠道。 9月21日, 银保监会召开的三定方案批复后, 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分别来自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的两位新闻发言人 萧元气和贾标首次联合亮相, 就银行业, 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 一一回应了如何落实期16号文, 社融规模波动的成业, 是否放水等热点问题。 萧元气表示,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按照稳定大致, 统筹卸腔, 分类失策, 精准拆打的原则, 不断出台政策措施, 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贾标会后向财经记者表示, 营保监会正在研究并准备出台, 保险资金投资地方政府项目收益, 专项摘的相关支持政策, 鼓励保险资金以多种形式支持实体经济, 攀裹存量, 用好增量, 形成引起命运共同起。 8月17日, 营保监会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期待工作,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支销的通知, 及76号文, 被市场视为现代工作, 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指导文件。 有为市场关注的是, 对于符合手信条件但遇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 成长型先进制造业企业以及龙头民营企业, 如何在实物中分类失策, 营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萧远启, 营保监会萧远启表示, 营保监会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形式, 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取得了一些效果, 比如, 首先从几头R3各自入手, 攀裹存量, 所谓几, 就是从过度受信的大企业, 僵尸企业, 以及通道占用的资金中挤出信贷资源, 用于小微和民营企业, 去年以来我们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点, 就是把通道占用的车时相需的资金挤压出来, 用于支持实体经济, 萧远启表示, 腾则是只通过加大银行机构不良资产, 处置和债权股等形式, 腾出更多新的信贷资源, 据了解, 今年前八个月,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处置了八千多亿元不良资产, 在赚股目前的奸约金额则已达1.7万亿元, 挖则是只挖掘银行保险机构的潜力, 向管理要效益, 在用耗增量方面, 银保监会主要有三项措施, 一是疏通货币现代传导机制, 把预计在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以最快的速度, 合理的成本投向实体经济, 特别是小微企业和民邻企业, 二是整额内部资源, 特别是资金资源, 在成本和诈比上向小微倾斜, 银行内部转移定价要给予优惠, 压低小微资金成本, 凡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对再时遇到困难, 带引发展前景的企业, 以及目前受到贸易摩擦影响的企业倾斜, 极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过, 资管新规4月底落地以来, 叠加诸多宏观和微观因素, 5月盛融增量成环比腰斩之势, 引起市场关注, 对此, 肖远契表示, 卸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在用, 7月有所下降, 但不是总量下降, 而是增速下降, 7、8月本期下降速度明显较低,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引保监会对表外业务的整治, 并非把表外业务强行回表, 而是由保有压, 将通道空转的资金挤压进入实体经济, 肖远契指出, 今年前8个月, 信托贷款压缩的部分, 约80%来自通道业务, 非通道的信托贷款不降反增, 这符合我们最初的预期, 也符合我们政策, 最初想达到的目的, 据了解, 委托贷款下降最多的部分, 来自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贷款, 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下降较少, 直接用于实体经济不但不压缩, 还要鼓励和实质规范发展, 肖远契表示, 不过, 肖远契一提出,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还有待改进, 比如, 大多由银行保险机构, 持有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资产支持票据等产品, 以及地方政府账务质化,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为纳入统计范围, 这些资金从银行流向了实体经济, 所以在统计口径上可以做一些优化, 以便更全面地反映社会融资的情况, 7月20日,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其落地后将进一步优化表外借务的结构, 肖远体对财经记者表示, 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将根据收集的反馈意见, 进行分析和修订, 理财子公司, 结构性存款和非标转标等相关赔套措施 在推移之中, 破解银行不敢再不愿带难题, 据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 考虑银行和中介成本后的无风险利率高达8%, 为了此很多企业不得不将杠杆, 目前很多企业的杠杆率高达8到10倍, 在此情况下, 如果为了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对这些企业简单抽贷, 这些企业必死无疑, 在企业眼里, 银行往往只愿锦上添花, 而不愿却终送炭, 一旦企业出现较大问题, 银行出于自身风险控制, 抽贷, 期贷情况同样可能发生, 如何破解银行不敢贷不愿带的难题, 对此, 小远姐指出, 银保监会很入重让银行见率敢贷, 能贷和远贷的长效机制, 督促其形成引起命运共同起, 所谓赶贷, 是指银行要建立禁止免责和纠错融错机制, 销远其坦言, 一些小微企业缺乏担保, 现金流不稳定, 比喻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其贷款风险比较高, 不良率高于行业平均不良率, 很多银行员工特别是信贷员, 有一定的为难情绪, 怕被问责, 存在不敢贷的心理, 因此, 首先要打消银行员工的顾虑, 纠错融错制度要清楚, 要讲非常明白, 不合理搜款要修订, 没有制定的要加快制定, 所谓能贷, 是要有足够现代和资金的资源, 向小微和民营企业倾斜, 银行内部员工亦要有足够的能力发现新的增长点, 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服务, 所谓的愿贷, 则从激励及时入手, 对考核体系重新审视, 梳理和修订, 对做小微和民营企业现代业务的员工, 能够与同时其他金融业务的员工, 以视同仁, 实行与其责任相匹配的激励措施, 因为做小微企业贷款相对来说更加辛苦, 小微搭笔金额都比较小, 不像做大企业, 搭笔金额比较大, 现代人花在小微企业上的时间, 精力和付出的成本都比较高, 在考核上要让他们有积极性, 能动性, 肖远契表示, 肖远契指出, 目前银行考核机制是在过去几十年资产, 利润高速增长时期形成建立的, 已不能适应当下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是要对考核激励体系和考核指标进行修订, 督促银行建立感大, 能大和越大机制的同时, 银宝间会议对小微企业提出了两增两控的目标, 所谓两增只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贷款户数低于少年同期水平, 量控制合理控制成本, 控制风险和贷款质量水平, 肖远企介绍, 目前两增的目标已实现, 对于在时遇到困难的优质企业, 银宝间会通过窗口指导, 要求银行机构不要盲目的抽贷, 压带和锻带, 形成引起命运共同期, 绑住其走出困境, 通过建立联合授信机制, 银行共同对企业融资需求, 进行绑卖与讨论, 极力合理的资金支持, 防止企业盲目扩张, 尤其是在不熟悉, 非核心主业的领域扩张, 帮助其合理控制杠杆率, 避免推高杠杆率加大债务负担, 债权人美元汇机制, 则旨在使债权人形成合理, 帮助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走出困境, 销院起介绍, 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通过债权人美元汇机制进行了先硬的重组和战权谈判, 实现了运火重生, 开正门并非放水, 销院起表示, 银保监会通过制乱项, 打击杯把金融活动等措施赌旁门, 让金融机构的旁门越开越小, 同时培养新的发展点, 新的增长点, 新的盈利点, 让正门越来越大, 今年三月, 银保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 顺势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 及7号文, 将博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 有150%扫整, 每120%到150, 贷款博备率监管要求有2.5%调整, 每1.5%到2.5%, 一行一举两会联合发布道, 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 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工具创新, 销院起表示, 这些就是开周门的措施, 提升金融机构更多, 更好服务社体经济的能力, 不过, 销院起义指出, 不能将开周门理解为放松监管的放水之举, 严监管这个方向一直坚持, 并非市场上一些观点, 所认为的有所放松, 至乱象, 打击被打金融活动, 以及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高风险业务, 无论从制度, 政策还是具体的监管措施, 和监管行动方面我们都不会放松, 也不可能放松, 要确保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确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 市场对银保监会放水, 第一个误解, 还来自对无怀本世代的误读, 这一工具曾已被理解被淘费债工具, 而引发争议, 小远器对此回应着, 无怀本世代主要针对流动资金周转贷款, 到期后仍有融资需求, 又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 银行可以提前安心发放贷款, 的要求开展贷款调查和评审, 预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这一工具强调的是贷款到期时的续带, 并非付还本, 据了解, 续带可以减去企业两笔贷款间的时间差, 减少企业为时间差那个短期资金周转, 而高成本结果强资金的现象。 一位银行相关业务部门人士曾对财经记者表示, 一些银行出于风控等方面的考虑, 对无款本事带持谨慎态度。 近期, 有关部门多管旗下加速地方债发行,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 地方债风险群众近期有望重20%降致令, 将进一步提升, 对作为地方债最大买家的银行的吸引力。 一些市场人士预期, 在送资本不变情况下, 这一政策将适离银行和投资地方债的总量增加, 对此, 肖越起对财经记者表示, 地方债的风险沉重并没有下调,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假标, 银保监会。 8月14日财政部发布,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以来, 专项债券发行正在进入高峰期, 据财经记者了解, 一些拔行了地方专项债的地方政府, 已向多家保险公司申出了改善之, 对于保险资金是否可以参与地方专项债投资。 假标财会后向财经记者表示, 银保监会正在研究, 并准备出台险资, 支持地方专项债的相关政策, 对保险资金以多种形式, 支持实体经纪积极探索开证门, 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8月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55.5万亿元, 各项贷款余额136.5万亿元, 当月薪增1.3万亿元, 银行直接持有债券余额达43万亿元, 保险业累计威权社会提供风险保障5263万亿元, 累计赔款和给付支出7965亿元。 此外, 贾标介绍, 截至7月末,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预约77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5100亿元。 情况基本稳定, 在投资品种上, 传统投资约占47%, 另类投资约为52%, 结构整体比较健康。 贾标表示, 下一步银保监会再加强监管, 严防风险的同时, 支持和鼓励保险机构投向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方向, 特别是一带一路见识有关的投资活动, 同时已对少数保险机构开展基金的境外投资, 和盲目的境外投资, 进行了严厉查处。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